李嘉欣很快熬出头 靠着儿子即将拿到420亿的遗产 当初许敬亨的父亲去世之后 留下了420亿的财产 别以为这420亿够李嘉欣和许敬亨挥霍了 毕竟江还是老头拉 以许世心的眼光 肯定是把自己的儿子儿媳看得透透的 直接立下遗嘱 这420亿存入家族信托基金 每个月只给自己的儿子儿媳 200万的生活费 当初李嘉欣费尽心机的嫁入航门 和快智林斗法多年 也没有成为刘兰雄的妻子 后来瞄准了许敬亨 那时许敬亨虽然和何超雄还没有离婚 但是两人毫无感情基础 早已分居多年 李嘉欣毫不费力就拿下了许敬亨 为了让许敬亨能够早点娶她 更是主动向记者公开了与许敬亨的亲密照片 看着李嘉欣的这些小手段 何超雄根本不在乎 毕竟以何超雄的能力 还看不上许家的这点家产 毫无犹豫的就和许敬亨离婚了 离婚之后许敬亨想要去李嘉欣进门 但是许敬亨怎么可能答应呢 千天万选的儿妻跑了 来了个就差把眼心写在脸上的李嘉欣 可惜老两口是拗不过许敬亨 不管怎么说都是自己的儿子 只能同意李嘉欣进门 但是李嘉欣可没有何超雄那样的本事 能够放心地把家产给他们经营 估计也是害怕两人将家产败光 干脆立下了这么一个遗嘱 李嘉欣瞬间成为了圈子中的一个笑话 两百万对于很多豪门太太来说买包就没了 不过最近有人爆料李嘉欣早已经得到了 四百二十亿财产的方法 他所有的希望就是寄托在自己的儿子身上 传当初许世兄的遗嘱 还有一个附加条款 要是孙子有经商才能 成年之后就能直接继承这四百二十亿的遗产 虽然这消息还未经证实 但是也不是没有可能 毕竟想要前生前维持住许家的荣光 还是需要有人经营的 有人发现李嘉欣年仅十岁儿子 已经开始学习经商了 想来李嘉欣和许英雄自己没有经商头脑 还是懂得早早地培养自己的儿子 而李嘉欣的儿子一向也很依赖于自己的母亲 想来将来要是得到了遗产 一定好不了李嘉欣的这一份 关于此时大家有什么看法呢 你们觉得李嘉欣可能靠儿子得到四百二十亿的遗产吗 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讨论 各位许英雄 李嘉欣的字幕